《尋找猎頭族》 你有看《尋找猎頭族》嗎? 第一集說到 有一個猎頭部落 有99%的人信了耶穌 新的一集會說到另一個部落 那裡的人還100%信了耶穌 想知道為什麼 就要留意尋找猎頭族 巴卡拉蘭是一個比較森林區的地方 巴卡拉蘭位於婆羅州沙拉園 屬高山地帶 位置偏遠 很少有攝製隊搭觸過這裡 好感恩 這次又認識當地土話的資深牧師 安排主宿 和原住民大陸 我們可以深入這個神秘部落 尋找猎頭族 我們沉訪了當地已故木者的家人 甚至是資深學者 了解到這裡獵頭族的歷史 這些都是猎頭的頭 因為他們是猎頭的頭 他們保持頭的頭嗎? 他們保持頭的頭 你保持頭的頭 你保持頭的頭 你保持得更加成功 人們會更加尊重 人們會更加尊重 他們會更加尊重 我們的族人就是用這把刀 來戰鬥和殺死我們的敵人 但現在我們不會用它來戰鬥 它已經變成一個裝飾品 我們扭下來是想讓我們下一代看到 知道以前的用途 不過現在已經不同了 為何一個原本獵殺人頭的部族 會突然間改變? 想知就不要錯過新一集的 尋找獵頭族 三年之間三次癌症 腳部神經受損 令到她左腳永久殘障 這些都發生在一個24歲的少女身上 但為何她依然可以用微笑 面對每一天? 還能夠勇敢去愛 那就要留意生命全愛的故事了 鄭海雲Constance 20歲求學期間就患上癌症 要經歷痛苦的治療過程 之後還兩度復發 但Constance一直帶著笑容 堅強面對人生 還透過社交網站 用自己的經歷 鼓勵其他患病的人 得到超過二萬人關注 她亦希望可以透過拍攝 《生命全愛的故事》 鼓勵其他年輕人勇敢面對人生 今次很開心 影音視團邀請我參加這個節目 做其中一個見證 其實我覺得每個人的生命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意義 每個人的生命都是不一樣的 但我的生命可能是 跟現在一般的年輕人都不一樣 但我希望令到他們知道 其實年輕人都是要堅持到底 我都很想把這些愛的訊息 帶給大家 所以我就參加這個節目 知道Constance身患癌症 但形甘願承擔 和她同行的男朋友Nikolas 也會在節目裡分享 Constance是怎樣令到她 對愛有另一番看法 以前可能覺得 生命就不過是如此 就很頻繁 然後遇到了Constance 和她在一起 面對生活上不同的困難和挑戰 然後發現到愛其實力量很大 想感受Constance笑容背後愛的力量 一定要收看生命全愛的故事 有關注影音視團 或者生命全愛的故事 Facebook專頁的朋友 可能已經發現 每集節目在電視首播之後 就會在專頁發佈 讓大家可以在隨後兩個星期 網上重溫和分享給朋友 鼓勵你一同全愛 馬上分享條片給更多人看到 就到了 除了電視和網絡播放 我們亦走入社區 張愛傳播 早前我們與馬鞍山寧良小學 和康傑中英文幼稚園合辦 生命全愛的故事生命分享會 邀請了第一集的嘉賓 黃善廷校長親自來分享 在真正的世代 小朋友是否正式樂器 可以用心中性的作用 現場播放完節目之後 黃校長亦都跟250多位 學生家長和老師 分享自己生命力量的源頭 我很感動 就是除了現在的同事 康傑的同事 或者現在的家長出席之外 我看到很多一些家長 她的小朋友已經可能讀到中學 甚至是大學 她聽到我有這個分享會 他們來到支持我 亦都在會後 都跟我分享他們最近的經歷 亦都可能有些 我相信我的分享 是可以鼓勵到 有些正在面對著 一些艱難困苦的家長 我記得姐姐在做肺部手術的時候 我跟她抹身的時候 我就說 姐姐 你真的很多傷痕 真的很辛苦 她說 但是每一條疤痕 都是上下的恩典 的印記 當晚 有梁永氏牧師 分享報道信息和呼召 梁牧師和黃校長 已經相識了幾年 她亦都被黃校長的愛所感動 她一次又一次的患病 癌症 做了好次的手術 但是她都沒有放棄她的信仰 放棄這群小孩 我記得有一次畢業禮 她是在做花獵 她是暗地裡出席的會場 而沒有現身在她當中 其實她已經放假了 但是她不捨得這群學生 於是她就帶她暗地裡 看她們畢業 很寶貴 這個就是愛 黃校長從上帝而來的愛 同樣感動現場一群家長和老師 當晚就有三十位朋友 舉手決志或者回轉 這次是幸福全外媒體關懷行動的第一場聚會 可以有這麼好的果效 我們亦都很感恩 每一幫人的意思 就是我們希望亦對這一個的見證 有AXO 令到每一個貪買者 都很像全嘉賓 都將一份愛傳開 而且重要的是 能夠認識到我們的上帝 因為聖經說我們愛 因為上帝師愛我們 都明白到上帝那份愛的仇 他就是一份的使命感 影響我們的社區 影響我們的社會 接下來七位嘉賓 都會巡迴全港十八區 分享逆境全外的精神 如果你想跟我們合辦聚會 歡迎你打來2209 6229 全球最大的海上書展船 望道號再次來到香港 除了書展之外 船隊還安排了不同的交流活動 跟大家分享福音 和世界各地的所見所聞 外地球觀察站 去到全球最大的海上書展船 望道號 除了報導船上的精彩內容之外 也找來兩位來自香港的船員聊天 我們水手的工作 其實很多元化 有一些聽起來很有趣的 例如駕駛船 或者一些船艦的操作 但也有一些很悶的 例如垃圾的處理 真是很骯髒 對於我來說 我自己比較印象深刻 就是在Subik Bay 因為當中我們會有一個 BAR MINISTRY 我們會去到酒吧 跟不同類型的BAR GIRLS去聊天 跟他們傳福音 說我們自己的見證 給他們知道 另一方面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70周年 外地球觀察站 就做了一個有關為安撫的專題 了解部分日本基督徒 對這段歷史的看法 我們日本人所做的罪行 要殺了很多人 就是流了很多無辜人的血 所以對這個地方要道歉 想知網道號義工的故事 和日本基督徒的否白 那就要留意愛地球觀察站 如果你想支持創世電視的福音製作 或者想緊貼我們的最新消息 都可以打來31086048 或者點進我們的Facebook 下集創世情報站再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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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